我们应该始终抱有远大的梦想,因为如果我们能够看到它们,我们也可以实现它们。 亲爱的朋友们,今天我要告诉您双子星上升的十月预言。 这张图是行星在运输过程中旋转的,显示当前的行星位置。 双子座的主人是水星,在第五宫的天乘坐过境。 金星在第三个星座Leo中转型。 在第四宫有太阳的传播。 凯图P2在第六宫的天蝎座过境。 在第七宫有木星过境。 土星在第八宫过境。 拉狐正在第十二宫过境。 除此之外,即将发生的变化是十月四日,火星将在双鱼座逆行。 十月二十三日,金星将进入处女座,这是金星令人衰弱的迹象。 十月十七日,太阳也将以令人衰弱的星座天秤座出现。 水星在第五宫,将于十月十四日逆行。 纳夫拉特里Navritri,从十月十七日开始,那是印度教的吉祥日子。 杜塞拉节Dassera,于十月十六日举行,然后在十月半个月之后,所有大型节日都会来临。 现在开始进行预测。 这里写了三个数字,所以您是grmini方星为爱,如果您的出生星座也有三个数字写在这里,那么此预测适合您。 请不要在观看视频时,犯任何错误,否则预测将不匹配。 该预测基于印度时间和日期,因此您应该根据您所在国家地区的日期和时间设置预测。 双子座的人非常健谈。 大多数人都参与交流领域。 水星是双子星座的所有者,在第五宫过境。 水星在第五宫获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这是女神拉克希你的地方。 这对你很好。 如果方星为爱进入您的第五名,那么本月您恋爱的机会就会增加。 9月22日至11月27日,这段时间对那些与股市相关的人来说,是个好时机。 但是,如果您要预定利润,请在10月14日之前完成,因为10月14日之后,水星将逆行。 随着金星进入您的第三宫,您附近的某处可能会有恋爱关系。 在10月17日至10月22日之间,恋爱的机会最高。 如果您爱某个人,则可以在10月17日至10月22日之间提出建议。 那些在第十二宫有维纳斯,在星座中有拉RA,或在处女座的人,那么你应该在那福特里,阿什达米和那瓦米吃处女。 太阳是第三宫的主人,正在第四宫处女座处转瞬即逝。 太阳在处女座的过境,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因素。 在这里您将需要注意。 您应该在9月16日至11月15日,为太阳提供水,这样您就可以避免与孩子发生纠纷。 Kidu在第六宫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但是为了您的健康,您几乎不需要注意。 木星正以他自己的十二生效,在你的第七宫过境。 第七宫的成绩将会非常好。 您的尊敬会增加,生意会进步,夫妻会建立良好的关系。 木星也是第十宫的主人,正坐在第七宫,所以他在这里也会取得好成绩。 您的工作领域将会有所进步,您也可能会获得晋升。 木星在你的第七宫变得坚强,所以对于那些未婚的人,婚姻可能会来。 但是拉虎·拉虎,也在第十二位,他将在某个地方给您带来问题。 土星坐在第八宫。 土星是第八宫的因素,因为他也是年龄的宫。 土星会增加您的耐力,因为第八宫会打断工作,而土星则是维持他的耐力的完美之选。 因此,无论您的工作多么中断,您的工作都不会恶化,并且您会勇往直前,并且成功。 土星肯定会在第八宫使您受益,没有损失,但是他的第七室也却落在了金钱宫,那么您必须在那儿稍加注意,其他一切都很好。 土星也是您命运的所有者,坐在他自己的十二生肖中,您的财富也会增加。 火星将于十月四日到您的工作场所,然后您的工作将会增加。 火星将为您提供能量,增强您的工作能力。 您的工作领域本月将进展。 火星还是您收入的所有者,因此您的收入也会很好。 拉虎拉虎在您的第十二宫,尽管他于九月二十三日来到这里,但不会产生太大影响。 但是逐渐拉虎会增加你的开支,第十二宫是灵性的,是卧室,然后在这里引起一些不和。 如果您从事一些与国外相关的工作,那么您可以从中受益。 位于第十二宫的拉虎拉虎,正在从外国人中受益。 如果您签署法律文件,请注意很少,因为外面那些地方的拉虎拉虎,也可能使您入狱。 如果R-A湖星座运势不好,意味住在第四、八或十二位,那么您应该在每个新月背诵,Vichnus Astronom。 在流水中,椰子的脱落也会减少Rahu的不良影响。 这个月的新月是10月16日。 糟糕的一天。 所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,你是,还是糟糕的日子。 因此,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糟糕的日子,不管是我还是我,每个月要走一两天,这会给我们带来压力,不适和麻烦。 悲观主义者做到了,那是心灵和大脑的主人,进入消极位置的时候。 当月亮进入第六、第八或十二宫时,他会伤害我们。 那些没有良好出生的人,他们可以在10月14日观察普拉多时。 这是施婆神的斋戒。 10月1日至10月4日。 10月22日至10月24日。 10月27日至10月30日。 对您而言,这将是糟糕的日子,因此在这一天,您不应做出任何错误的决定。 如果您不陷入混乱,那就太好了。 控制您的语音。 不要说某人的灵魂受到伤害。 您的费用可能会增加。 健康问题也会出现。 GAJ-Cashry-Y-O-G 现在了解GAJ-Cashry瑜伽。 当木星和月亮在一起,或者木星和月亮面对面,或者在四个地方面对面时,就会形成GAJ-Cashry瑜伽。 就像现在一样,木星在这里,当月亮来到这里,在射手座或者他将在双鱼座来到这里,或者他将在双子座来到这里,或者他将在处女座来到这里,这归因于木星和月亮GAJ形成Cashry瑜伽。 在GAJ-Cashry瑜伽中,木星和月亮结合在一起,木星表示金钱,月亮表示水。 因此,在这一天中,资金流向良好。 如果您从事某些业务,那么您可以向某人收取款项,这几天您就可以从中受益。 这就是GAJ-Cashry瑜伽。 GAJ-Cashry瑜伽,将在这五天里为您准备。 10月2日,10月10日,10月16日,10月22日,10月30日。 因此,在这五天内,10月10日在双子座,坚属GAJ-Cashry瑜伽,而10月16日在楚旅座,坚属GAJ-Cashry瑜伽,那一天您将受益。 剩下的三天,10月2日,10月22日和10月30日,在这一天您将不会获得太多收益。 星期三捐赠绿色物品并崇拜Danisha,勋爵对您会有所帮助。 在10月16日的新月上,将一些黑芝麻种子放入水中,并将其提供给PEPL树。 因此,您也将从中受益。 因此,这是双月上升的10月份预测,请继续关注我们的频道以获取更多信息。 谢谢。